我相信每次的旅行都是一次自我成長的機會 即便是到地平線的另一端 文明的邊緣 只要跟著隊的人 探險也會變得浪漫 今天暑假吉里巴斯觀光區邀請我和老爸到聖誕島進行一趟永生難忘的旅行 經過14個小時的飛行後 我們到了聖誕島 吉里巴斯位於國際換日線上 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跨越南北和東西半球的國家 而這次我們來到的是位於南半球的聖誕島 聖誕島游泳全世界最大和最古老的山紅礁 豐富的魚資源吸引了歐美釣客來到聖誕島釣魚 但是聖誕島只有釣魚嗎 我們來到聖誕島的第一天正考是他們的國慶日 為期三天的國慶日裡 男生女生各個使出渾身結束爭取最高的榮譽 既然在聖誕島種地區 这天晚上和圣诞岛的居民坐在星空下 听她说她想成为全岛最会编操的女生 又听着没上过学的她 说着自己想成为船长的梦想 全岛两千六百个居民在这个晚上共享胜举 他们在舞台上用力地表演着属于自己的15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